中国手机市场出现杂音 摩根史丹利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双11销售结束后 中国大陆Android智慧型手机需求急动 通路商库存增加 可能年后出现砍单潮 5G系统单晶片 射频元件 D-RAM库存过高 台湾半导体相关领组件 将出现10%到15%的砍单压力 Omicron变种病毒 封城措施 攸关中国大陆年后销售力道 IDC数据预测 2022年全球整体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13.89亿支 持续正成长 其中飞瓶阵营出货占比83% 成长3% iPhone占比17% 成长2.4% 智慧型手机其实我们认为 它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了 所以其实它的成长的力道 不会像过去一样会有双位数的成长 在Android阵营 还有iPhone阵营 都是大概都2%到3%左右的 YY的成长表现 资深分析师指出 今年手机成长动力来自5G换机潮 以及折叠手机带动 但不可会言 整体产业已经进入成长高原期 印度在内的东南亚新兴市场 以及中国大陆销售状况成为指标 比如说它如果一旦又再次封城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Work from home的这种需求 它还是多多少少会存在 那手机的话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消费性的产品 除非它真的有一个很急迫性的 5G的需求 或者一个换机的需求 否则的话 它有可能会被疫情的一个 整个lockdown所影响到 手机出货量与实际销售状况 可能出现gap落差 疫情成为最大变数 中国市场能见度 恐怕还得走一步 看一步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尖伦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处理器运行都不一样